日本首波核污染水入海 敲拉全人类下水 中国反制虽然及时 但是还远远不够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日本现在都已经排河入海了 有些人居然还在网络上 为日本政府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洗地 说什么按照规定 日本排河入海的行为完全是合理合法的 那么针对这种言论 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说清楚 那就是日本政府排出来的 那叫核污染水 而不是核废水或者是核冷却水 网上有些言论带有核废水 核冷却水之类的字眼 完全就是在误导公众 想要故意带节奏 而有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就成功的被他们带跑偏了 觉得排河入海好像不是那么的难以接受 但是好在官方从来不心存侥幸 就在日本政府排河入海的这一天 中国海关总署同步发表了一条禁令 决定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 为日本的水产品 当然了 这也没什么好称道的 毕竟保护自己的人民 是各国政府与生俱来的义务 就像有些网友说的 没有任何人会想要食用 还有放射性物质的食物 现在海关总署 全面暂停进口日本的水产品 官方这不过是在用行动表示 会保障中国人民的食品安全 会保障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会为这些不遗余力的努力 其实这已经不是中国针对日本水产品做出的第一个反制措施了 在此前中国就加强了对进口产品的监管 以防止含有过多放射物质的食品进入我国的市场 以免损害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那么这种提前做好防护措施的行为 放在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日本政府却对此表示质疑 甚至还觉得中国这是在把矛头对准了日本 但是实际上这么干的可不仅仅只有中国政府 美国其实也不例外 就在拜登政府一边为自家小弟站台的同时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没有闲着 直接以核污染为由禁止了日本多种食品的进口 显然美国政府也是知道的 日本排合入海的行为能够对自然界造成多大的危害 那么在相关机构的检测中 生活在污染水的环境中 哪怕是表面上看出来极其普通的鱼 其体内的辐射含量也要比标准水平高出180倍以上 而在这些辐射元素当中 色元素的含量是最多的 如果被人体吸收会让人产生恶心的感觉 如果吸收太多的话 还会造成肝脏和肾脏的病变 所以说海关总署的反制虽然已经到位了 但是这些反制还远远不够 要知道中国是日本最大的食品出口国 每年出口到中国的食品规模都在百亿人民币这个程度 为此在日本政府已经排合入海的当下 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海里的危害 日本地下水是否会含有放射性物质 乃至日本周边国家韩国的海产品是否含有放射性物质 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从安全的角度考虑 海关总署要进的远远不只是日本水产品 日本的一切食品都要进 而韩国的一切水产最好也要查一查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聊